一個運氣不夠好 其實是跳不到好房子的 蛤?運氣不夠好 它的八字如果不好的話 你接下去看它的房子 真的它的房子就會不好 哈囉 大家好 上一集我們講到那個工作室的環境 最後我們講到說要問說 那到底人的八字這個房子 主人的八字跟風水的作向會不會有關係? 有關係 對 對 我們看古時候的記載 嗯 有關於風水跟人的八字的關聯 有幾個說法 嗯 最早是八宅派 八宅派裡面有分東四命跟西四命 也就是說你出生在某些年份的 就叫做東四命 出生在另外一些年份的叫西四命 東四命的要住東四宅 西四命的要住西四宅 嗯 它把房子也分成兩類 一類叫做東四宅 一類叫做西四宅 是 對 那如果你跟你老公一個是東四命 一個西四命怎麼辦? 對啊我們就會說 那以誰為主就好了嘛 嗯對 那還有喔 東四命的人 你睡覺的方向 你最好是朝著東四掛的方向去睡 OK 西四命的則反過來 嗯 如果一個老公兩個人不同的話 那是不是一個人的角度 依我為主 依我為主 那我覺得啦 沒有讓他知道就好了 哈哈哈哈 欸這個有時候真的有些人會這樣做 對我想也是吧 那沒辦法啊 那所以他們也會有一種說法 就是東四命的人不宜 不宜跟西四命的人結婚 哇塞 哇塞 這就又 這嚴重了 根本問題了 不是啦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就很好玩了啦 把世界上的人分成兩種 嗯嗯 世界上只有兩種人 房子也只有兩種 嗯 這樣會不會太粗略了一點 有一點 老師我們說 怎麼八字啊 就已經算起來就什麼 五十幾萬種 對 那好歹還有那麼多的類別 可以去細分 對對對 所以當然我是認為東四命跟西四命的說法 完全不要去考慮它啦 如果能夠遇到算是加分 不能遇到 我覺得也是很正常啦 嗯嗯嗯 對 那如果家人裡面 好吧 你說夫妻兩個人都是同一個命掛好了啦 或是同樣都是東四或西四 你能保證你的小孩生出來 是跟你一樣的嗎 當然不行啊 那你能保證你的父母是一樣的嗎 嗯 是啊 對 所以我就說人齁 粗分成兩類 只要是越籠統的東西 他就越不精確 是 對 所以這種東西我是覺得說 太簡化了 太過於簡化了 對 所以呢 就有人認為說 嗯太過簡化 所以近代 有人自己發明了一個理論 嗯 東四命西四命 事實上它是按照八卦去分的 嗯 你是屬於哪一個卦命 那八卦裡面有四種屬於東四 有四種屬於西四 嗯 所以呢他就把這八個分出來了 所以變成八種 對 是不是 對 他就把人分成八種 嗯 房子也分成八種 嗯 多一點了多一點了 對對對 所以他認為呢 如果你是前命的人 嗯 男生存在1931 1940 1949等等 每隔九年加一個 嗯 嗯 這個就叫做 嗯 前命的男生 對 女生還不一樣 對女生還不一樣 嗯 又乘以二了 因為有男跟女 前命的人 你就要住前宅 嗯 也就是說呢 你的房子最好是做西北朝東 OK 嗯 進門的方位呢 最好是在你的延年方 也就是西南方 所以 這個就是很粗略的 把它分成八種 嗯 那比剛剛精確一點了啦 對 但是我還是覺得說 他還是 只有把人分成八種啦 嗯 還是平均略 對 而且說一句實話 到底為什麼 前命的人要住 錢瓜的房子 嗯 這一點 有什麼理論根據 我到現在也不知道 嗯 當然我們也姑且不去論 他是對還是錯啦 但是我覺得他粗略啦 嗯 那 接下去呢 就有人喔 在 嗯 更細分啦 嗯 他把它分成 春天生的 夏天生的 秋天生的 跟冬天生的 他說認為 春天生的人目望 嗯 所以你應該少 像男的 或是做男的啦 本來就是跟火融 就是把自己的概念放進來 對 春天生目望 所以你要用火 或是用金去刻目 嗯 用火去卸物 或是用金去刻目 嗯 有了有了開始複雜了 嗯 對 嗯 但是呢 這樣子分下去呢 那如果說你是前命的人 嗯 那應該坐西北朝東南嘛 但是你又偏偏是 譬如說你是夏天生的 嗯 夏天生的人 應該要住坎宅啦 就是應該要坐在北方的房子啦 嗯 嗯 那這兩者不是又衝突了嗎 那又衝突了 我是覺得說 不論你用季節去分 或是用年份去分 我覺得都是太過粗略啦 嗯 你看我們在講生肖的時候 你記不記得我們之前講過 生肖論命 我們都會說 同一年出生的人 有相同的命 都已經是太過粗略了 嗯 同一年的人 他出生的命 本來就不會一樣 嗯 那何況是同一個季節出生的人 或是同一個命掛的人 嗯 嗯 對把人分成八類 把人分成兩類 那不是更加粗略嗎 那用這種方式來判斷你的風水 適合住的房子 我是認為是 不可取啦 那也有人會說 嗯 你如果八字中喜歡水 你就應該是房子要在北邊 哦 一樣也是把八字也把它算進去 對 那你住在北邊 那北邊的水 就會來補你八字中的水嗎 你八字裡面就會多一個字 然後水就變多了嗎 嗯 我覺得這也是有點 我想不太通啦 嗯 所以 我還是認為啦 一個好的房子 它有好的氣 什麼人來住 它都會好 而且呢 如果你一個運氣不夠好 其實是挑不到好房子的 啊 運氣不夠好 經驗之談喔 我看過很多的風水喔 然後在我看那個風水之前 我先把他八字拿出來一看 然後他的八字如果不好的話 你接下去看他的房子 真的他的房子就會不好 或是你看到這個房子不好的時候 你看他的八字 他的八字就是不好 或者是你看這個房子 他即將走衰運 你再去看他的八字 他八字一定也是即將走衰運 就什麼人他會挑到什麼樣的房子 他有那個福氣存在 有時候我覺得房子跟人還是緣分啦 但我覺得我們懂一點風水的知識 讓自己有機會挑到好的房子 還是好的啦 就是他其實是沒有正相關 對 其實他是沒有相關 不過風水基本上就是風水 風水就是風水 對 其實風水就是風水 就是房子本身來看的角度 欸 對 對 那不用說說再扯多了 再把人的八字啦 什麼命啦 也把它扯進來 也是這樣子沒有錯 這樣也可以避免夫妻吵架 說我適合 或你適合這樣的問題 對 對 你的腳對著我的頭 我對著你的腳 而且還要分防水分角度水這樣子 對對對 那我今天就要講到這邊囉 好 謝謝大家的觀賞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持續關注我的更新囉 拜拜 但是不能說是什麼樣的八字 適合什麼樣的方位的風水